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爹爹回来了 爹爹 是爹爹回来了吗 爹爹 爹爹回来了 爹爹 你看看他 到底怎么回事 儿看榜时 不小心滑进堂里了 哥哥 这懂得滑 儿久离膝下 未尽此寻 父亲刚刚回京 便惹得父亲操心 实在惶恐 好了好了 你赶紧下去吧 是 爹爹 汐儿 你也下去吧 是 儿告退 朱叔令 您能不能在乎的 你最后 也能在乎 你只能在乎我 你不在乎我 你才能在乎我 你不在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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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乎我 你不在乎我 你不在乎我 看着他们 才觉得垂垂牢矣 忠书令位居均衡 上市天子下席百官 如此颓丧之语 不像忠书令的作风 可老夫说的都是实话 这天下终究是他们的 不久的将来 连老夫也得让位于他们 忠书令签词了 陆忠诚不必和老夫这么客戒 论起来京妻和忠诚 还是同乡同性 说不定还是同族呢 下官家道衰落人丁担保 同族 大概不会吧 仔细想想谁说得准呢 对吧 就问京中人言令郎学妇今日一见 令郎何止才高 而且人孝 方才 方才 他是怕你做父亲的担心 才没有说出实情 实情 这康庄大道坦荡乾坤 他好好地怎么会自己滑下去 老夫听说 是刑部张尚书的公子 将他推下去的 升上了轻二的位置 中书令 就是 下官不想再提了 不提也罢 不提也好 陆忠诚刚刚回来 这康庄之事 总得听听吧 这前渡惠世泄提 扯上了令郎 让他险遭大火 你这座附近的 总该听说了吧 路上看到底报 略有耳闻 底报上说了 可陆忠诚知道 这背后的竹手 这康庄之事 这康庄之事 请不提 这康庄之事 这康庄之事 就有 所以 太子殿下和尊师 卢士宇 卢士宇 唷 这是什么 糖 回来的路上 给你和文静买的 我是小孩子吗 这么好哄的 再说这糖都化了 谁要吃 我要 你在换牙 不许吃糖 真是 这个不行 各个衣服不是已经穿好了吗 那 那你也用不着着急啊 等等 这披风谁的 要你管 这是我的 梅雨季前全粮好了 省得起梅 是 怎么办的事 这么贴着着色怎么办 笑人之罪 下去吧 我来 等有了太子妃 看她还怎么嚣张 等有了太子妃 她怎么也能换个财人呐 等了十五年 一个财人够吗 少说两句吧 就她那脾气 就她那脾气 我来吧 来 她们说什么呢 她们关脚舌头的 我是说 什么太子妃 这个 殿下回来了 殿下回来了 那你快去吧 放着我来 嗯 殿下 殿下的皮肤呢 没有了 没了 殿下的衣物都有账 短了可是算在小人头上的 殿下 柯主姐姐 共产党 他不够太区 лиш人的衣物 殿下的衣物 我们莫 Casa也连下 是 这个衣物 有什么衣物 您这是不相信 鲁仲诚仔细想想 本该是兴大狱的惊天大案 却无声无息 草草了结 只有卢尚书请治氏的奏书 刚刚送到了中书省 天心这是在顾忌什么 东宫和卢尚书那儿 为何都一语不发 太子殿下怨恨大王我是明白 可是为了扳倒大王 却无辜扯上了令郎 就大不应当了 还有 太子殿下就要选妃了 陆忠诚可知道传闻的人选是谁吗 就是张尚书的女公子 如果张尚书和太子殿下 有了这种关系 令郎的前路光我为他倾道 也是死路一条 行不通啊 中书令告诉下官这些事想 没什么 我只是 来人哪 这是 老夫知道 忠诚一介不娶 更不敢玷污了陆忠诚的联名 请不要误会 这不是晦辟 老夫也有点嗜毒之爱 陆忠诚知道 小女才疏得全 为大王持久三载 他也一直在向大王提议 想找个人辅佐 帮他一下 久闻令爱才冒双全 大王有意聘为侧妃这场 是聘礼 部队 这个寻相咱们家没用过 说 到底是谁的 哥哥鼻子都塞住了 还能闻得出什么来 好香 这个味道是姐姐身上的味道 这个衣服就是姐姐的 说好话也不准吃汤 还有上回那块手帕 那也是我的 哥哥 哥哥除了念书 都知道什么 你有这能耐就 就别让别人推到谁里去啊 谁给我说 哥哥是傻瓜 是什么呢 哥哥是傻瓜 谁是傻瓜 傻瓜 傻瓜 哥哥是傻瓜 谁是傻瓜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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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是傻瓜 不是 别跑 傻瓜 傻瓜 哥哥是傻瓜 傻瓜 保护好儿狼狈 不要让他们受伤 那也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虽说岁月蹉跎 可总算也熬到了 病不再绿的年纪 但不要让春花府战便于风霜 最后空折枯枝啊 陆仲成 大王和老夫 可都等着你的答复 这 大王英武 殿下 沉得出了多少次了 你这是在马上 推工要有余迹 不要用虎口 重来 这 鱼 好 大王射柳 今年定能再拔头筹啊 我也就这样了 岳丈 坐 岳丈的事情怎么样了 你是说陆英 不是说他在任上 屡次尚书 一直和我们过不去吗 尚书是他的本分 臣这么说 并不是怕他 现在是大王最要紧的时候 臣怎么能够让他撤大王的轴呢 他长茶马征这么多年 手上一定捏了我们不少的把柄 就算他收了东西 这世上 哪有一成不变的人 又哪有无坚不入的人 这次他回来 一直没有拜访他老师卢世瑜 这个我知道 可他的弱点吗 陆英心里一直扎着根刺 他和夫人情深 当年他被排挤出京的时候 夫人刚产下幼子 便跟随他 到那穷山恶水去上阵 到了蜀中后 没过两年就一病而亡 这应该说是他一生的汗事 之后他再也没有续过闲 除了公务 他几乎把所有的心思 都铺在了几个儿女身上 试读之思 大概就是陆英的弱点 试读之爱人皆有之 非独你我天心亦然 按国制 大王早该离京 可陛下一直未能放行 这其中取舍向背 陆中城远在边陲 也该有所耳闻吧 而狼狈的道路 你我要一起敌清 恋爱的婚事 爹爹 希儿来了 来来来 坐坐坐 爹爹 哥哥他欺负我 怎么了 爹爹面前又胡说 你看 他又欺负我 是什么 雀蛇水芽 爹爹 这么名贵的茶 是从哪里来的 是一个旧交送的 心下的雀蛇茶 一垮可市值四十万钱 这一辖就是百万余呢 什么样的旧交 会送爹爹这个啊 什么茶 这么幸贵 哥哥连这个都不知道 哥哥是傻瓜 还来管我的事情 爹爹 还是跟小时候一样啊 一见面就吵架 说 到底为了什么事啊 爹爹 我 哥哥他不准我出门去 不是不许他出门 是让你先告诉我们去哪里 我要去 大象国寺 平白无故 去寺里头干什么呀 你应该在家里面 多陪陪爹爹 多读读书 画画画 你看 我告诉你了 你还是不让我去 你也是啊 什么时候开始 听你哥哥的话了 想去就去吧 就是要带着侍女 也不许骑马 真的啊 爹爹最好了 那我去了 去吧 不许骑马啊 爹爹 你把她冠成什么样子了 一点女孩的样子都没有 爹爹知不知道 她上次做出了什么事情 随她去吧 等她出了阁 就不会这么自在了 出阁 阿信还小呢 你们五年没见 她已经拾妻了 莫非爹爹心里 已经有了人选 那么月仗接下来有何打算 说实话 陆英这个人不好对付 就算现在安稳 也难保今后 大王 化敌为亲 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 既可以避免她和太子联手 又可以让她的大公子陆文普今后入世 可以成为大王的人吗 这件事情 可以托贵妃找机会跟陛下说说 全凭月仗做主 只是 侧妃的事情 爹爹来了 好 大王 爹爹来了都不跟我说一声 爹爹这就要回去了 你们刚刚说什么呢 没什么 是刘燕的事情 臣这就告辞了 我去送一下岳章大人 来 左边的眉毛 是不是比右边淡了一些 没有的 一样的 自然而言 不要 你来 桑椒 一般 词 快走 你来 快走 快走 遮着多可惜 难得姑娘今天画得这么好看 难得什么的就不用说了吧 心不在意 殿下你在想些什么呢 殿下的一罐水准也不是这样吧 怎么不进反退 这眼看就要到清明了 殿下今天有演讲 我差点忘了 不是 我来 就这样还笑得出来 演讲回来接着练 好好好 等着我回来 我这样行吗 嗯 这些年 地方上事务太多 你母亲又不在 一直是你妹妹在当这个家 太快了 她都已经长大了 你的妹妹嫁给了谁 为父都觉得是委屈了她 爹爹 儿有一事 不知当不当稳 说 儿听说 卢尚书这次召爹爹回京 是想让阿希当太子妃 这是真的吗 这话你是听谁说的 儿那天在刑部听到的 阿希也听到了 这就是令妹 未来的太子妃 儿想 阿希是不是当真了 怎么说 当天在刑部的那位俊老男子 昨天也在贡院 而且我看家义博 对她的态度 儿怀疑 那就是白龙渔府 那顶披风分明就是男子的 大象国司又是皇家迟造 阿希今天去那里 莫非是想 怎么会呢 难道她要去见的人是 难道她要去见的人是 静命当日我要跟随陛下前往离宫 所以先来供奉 进诛有节心得自在 看施主面色比冠礼之前好多了 可得解脱处为山水间与神佛前 这话 还是先皇后来此地礼佛的时候说的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殿下 你是 殿下大概不记得臣了吧 乾川鼠路查马监察御史 兴任御史中城 臣陆英参见太子殿下 陆中城 已经回京了 怎么 怎么来这里了 中城的 请问殿下 这是殿下之物吗 小女无知无状 冒犯了殿下 臣代小女向殿下请罪 陆中城言重了 恋爱和我并 并没有 并将此物归还原主 殿下 臣来是有事相告 有事相告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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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更衣 殿下 昏定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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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请 llison 大郎的点茶手艺 越发咸熟了 钱来自小递递的督导 手法好坏 我看不出来 就知道茶确实是好茶 陛下 说起吃茶来 就想到聘妇 大郎他 来都来了还站在干什么 殿下来了 妾 你不用走 是 陛下 臣恭请陛下圣安 臣请问圣公安何否 圣公安 你有什么事吗 臣有话想跟爹爹说 那就走吧 这是今年的雀舍吗 殿下见笑了 是安平伯送过来 尝尝新鲜 我也带了些茶 想请爹爹和大哥品鉴 殿下茶术高明 茶一定是好茶 切四家的东西 拿不出手 雅 大蒜 我一只吃饭 小蒜 土豆 小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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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刚才的话 妾还没说完 说到吃茶就想到聘妇 陛下 大郎有一桩私事 妾想听陛下的旨意 大郎什么事 大郎成亲三年多了 王妃一直未见喜血 妾想趁着殿下娶妃 也给大郎她纳个侧妃 陛下 陈的茶点好了 陈的茶点好了 草妃是什么人 窃听说 信任御史忠诚 陆英的女儿 孩子 这是 陛下 这是安平伯送往边地 与边民交换战马的观察 追查是从哪里得到的 前任川署查马监察御史 新任御史忠诚陆英 现在就在殿外 等候必见